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特朗普打壓、騰訊、最詐固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恒新指數表現 恒新指數最多時跌至七、八點 最後收市時跌不足四百 跌三百九十八點,跌幅1.6% 收報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一點 成交活躍有一千七百七十八億 今日港股急跌,都是因為騰訊 昨天已經提及到科網股 被特朗普和中美爭拗 升級到科技戰 騰訊、抖音等apps不允許上架 特朗普昨晚簽署了一個行政命令 即是45天之後 不允許美國企業和中國科網公司進行交易 其實這個命令最主要是限制抖音apps 因為現在微軟都證實了,正在黑談之中 其實簽了這個行政命令 就迫使微軟和抖音要在45天之內 要達成這個協議 抖音要不賣,要不賣 賣不去的話,就要下架 其實是為了迫抖音 即是賤價出售美國的業務給微軟 所以整體整件事就是這樣 但為何又包括騰訊那些業務 最主要都是微信 在外國有微信 外國叫WeChat 這個業務其實最主要是 在外國又不是真的那麼多人用的 相對上高 特別是美國,因為他們有自己的 即時通訊軟件很多 即是說影響就沒有那麼大 但心理上高打擊就比較大些 因為美國不單止是局限打擊抖音 打擊了騰訊 騰訊其實在美國的業務 對它的收入或影響相對很小 今天曾經騰訊受到影響 急跌一成跌穿500元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走勢圖 急跌了之後 其實收市的時候跌幅就少了一半 現在變成繼續都是高位增持 實際上來說 這次都是一連串 特朗普在年底11月大選之前的動作 盡量打擊中國 其實美國鷹派和中國兩國相爭 各出其謀 無所不用其極 各種都會來 你猜不到 最初大家最害怕會不會是南海衝突 誰知道中國軍演在雷州半島以西 其實是內海 很難會大家衝突 現在又傳說 美國又要炸黃岩島 好像港島鎮 好像塵塵塵 當然還未炸 很多很多衝突 這些都會影響市場 不過市場又很神奇 剛剛那些技術的支持鬼 剛剛有支持 大家看看恆生之素這幅走勢圖 其實如果有看我的新聞都知道 其實整個七月是一個長手射擊之聲 走勢其實不理想 最近曾經衝上去 想營造小時徒頭堅底 結果今天失敗了 但是是否即時轉淡了 又未是住 不能夠即時說有紅燈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條上升軌是守住的 雖然曾經跌穿過 即是八月初的低位 但是現在跌到24,100區 即是跟之前的密集區 底部差不多 24,100區 老實說如果剛剛看到 它有一個支持力 你大概24,200點之下 24,100點之上 你說如果是 可不可以用來少住 短線波反彈呢 我覺得可以 如果是 如果是的話 指洩位就放在23,600點之下 這個23,600點之下 放在23,600點之下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有支持鬼 支持著 但是不是說現在形勢好 一浪低於一浪 記住 所以這個都是偽高人膽大的 你可以嘗試去博一下 說回 美國今次打壓對科網股 究竟有幾大騰訊 最渣顧要講這個題目之前 先跟我們報紙 《經濟日報》網站 先賣一下廣告 《經濟日報》網站 現在加推網上輸展優惠 給一些吸引讀者的 還有豐富禮品 就送給大家 正是今次網上輸展 才有的 有興趣的朋友 留意看看這個 大家不要緊 現在看不到 等一會我們講完這個視頻 都有定格 可以給大家看這個廣告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留言區 或者是直接跟我們聯絡 千萬不要錯過 說回氣肉 就是 騰訊究竟追不追一個 能否追一個 或者是要沽貨 我們看騰訊的幅圖 騰訊今天 一度跌了5% 最低見到499.4% 曾經跌穿了這個三角形 不過又收回其上 所以暫時還未正式轉差 當然是轉弱 今天大成交 肯定就是 因為受到特朗普這次事件打擊 但如果從技術上來看 如果跌到500元 其實你說520元之下 你看到這條上升支持軌 520元之下 499.4%是低位 如果你今天已經見過這個低位 你就可以用499.4%作為短炒的指示位 即是520元之下 如果買499元之下 算了 即是短炒 如果行動的話 就駁他升穿 因為520元之下 買駁他升穿 560元便會再上升 如果你說 我是想中線一點 520元之下 或者是500元 鞭炒的指示位 可以放在481元 如果你現在持有的 亦都是用這兩個位 第一 可以分享 如果你看到的市場跌穿 499.4% 你先可能減持短炒的 如果跌穿481元 就中線那些持有的 都先被其風 先走 追渣故再說一次 現在怎樣 如果你持有的 就分兩柱來看 如果499.4元 如果跌穿的 就減持 跌穿481元 就全部清掉 OK 好了 你不要跟我說 這是你賺還是虧 總之要看位走 如果你現在持有 如果你未持有 又想跌穿的 可以在520元之下 近500元 當然最近更好些 如果短線買入了 想著是短炒的 就不需要想太久 499.4跌穿就要走 就跌穿 跌穿 起碼你起碼 跌穿上560元 如果你是短炒 最好升穿560元之上 上網600元 中線來看 如果你是500元 520元之下 500元邊之上 買到的 就用481元 作為止息位 追渣故 講完 不只是騰訊 其實今天 有些股 都跌得很急 科網股受到影響 還可以提供幾隻 為什麼還可以搏反彈呢 其實昨天都講過理據 科網股 我覺得是受影響震盪 大家都知道貿易戰 影響震盪 但科網股不一直不停升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其實美股本身自己做得好 不停放水 美股 道指都衝了上去 納指連續四天創新高 連續四天創新高 所以這個就是 背後 其實我覺得 你打壓這個時候 心理影響比較大 今天騰訊股價很大的 沽空也很大的 所以 還有機會 星期一 可能還有機會 還有低位 看看會不會 跌穿今天的低位 應該還有機會 還有什麼股份呢 如果真的再下降的話 你見到中芯今天大跌8.7% 因為它的業績 雖然是升六倍 但是 它亦都說了 下一季的毛利率會較低 所以市場 其實今天 又有好消息 但又好像不太好 再加上科網股 受到打壓 那它便跌下去 那怎麼辦 又是 如果你撥反彈 就挨近27.5% 即是上升軌的那些來撥 就用這個24.1% 如果你已經持有這隻股 又是 即是 你要看著 如果你短線 跌穿27.5% 都麻煩 可能要投降 如果你高位買了 千萬千萬不要讓它跌穿24.1% 跌穿24.1% 就一定要走 阿里巴巴 今天頂住 又是好東西 不要失蹤 比騰訊更好 因為騰訊也跌穿過 他直接頂住 剛剛好 又是挨近240元 你可以搏 如果你持有的 就是今天的低位 240元左右 240.6% 240元左右 如果跌穿的話 就要短線的減遲 231.6% 就是中線的減遲 如果未有想買的 挨近240元 那邊呢 就可以少住 即是搏反彈 美團點評是最強的 那一隻 就說知你 因為不受影響 他們的apps都沒有在美國 熱毛沒有在那邊 以及想著有機會 入籃炒成份股 連續四天 都是揚足在上高 站穩在這裏 不過今天都曾經見過 有一個低位 就是208元 即是說210元之下 你可以少住 走的位置 即是止蝕位 就看著182.1元 如果你是持有的 也是 今天的低位是短線 你要考慮 跌穿今天的低位 208元 那就要減遲 中線的 持貨的減遲 或者清倉位 就是182.1元 另外一隻小米集團 今天曾經跌過低位 15元 如果你靠近15元邊 可以少住駁 這隻和指示位 14.4元 比較近的 14.42元 不需要分兩處 如果你真的駁 15元邊 跌穿14.4元 就走 如果你持有的 就是短線 今天15元 作為短線 如果你持有 已經持有的 跌穿15元 你要減遲 如果再跌穿14.4元 就要清倉 最渣顧 這一堆股份 都說了 整體而言 總結而言 其實覺得 暫時 港股都是偏淡的 不用說 但是 很好的 守住這條上升軌 暫時未失 就是說 其實這個打擊 是淡的 是影響到騰訊 是影響到一堆科網股 但是 不是說不至於 暫時 暫時 非常重大 那些貿易戰 即時一下 就跌一千點 不是 未至於那麼慘 所以 加上這個 美國股市 本身的向好 那些科技股向好 整體整個形勢 還未轉紅燈 所以 在星期一 有機會可以 短線駁 但是 駁反彈的話 剛才說的 全部有債 給了止蝕位 大家要留意著 如果真的跌穿的話 都是要走的 千萬不要在這 和市場爭吵 現在來看 暫時還有機會 可以駁反多一次 好了 整體而言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留意廣告 支持一下我們經濟日報